嗨 大家好 今天晚上 梦莉去剪了头发 因为一个月都要剪一次 然后都要染一次头发 因为这两边啊 两边啊 剪完头发之后都会白白的 那我都会用我们尘宴的样色染发剂 来补染我的头发 那因为今天呢 就是 都在看险情嘛 所以刚刚跑下去剪了一下 上来马上就 把 两 两瓶的颜色调好了 这个颜色染发剂就是这样子 有两剂 那你挤一些 挤 适当的量在 瓶子里面 就是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就是 把它 稍微调和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 这样子 稍微 在你比较 白的地方啊 稍微染一下 这样子的话 就会看起来比较 没有精神 然后大概每个月都会补染一次 那因为 险燕的 样色染发剂啊对我来讲 真的是 帮助很大 以前 都是买外面的品牌啊 味道比较柔 然后对皮肤可能 伤害也比较大 那 现在目前的话呢 都使用我们 尘验的染发剂 现在用起来就比较 放心 放心了 然后 因为样色染发剂呢 它是 纯天然 植物配方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 就是染发的一个伤害 然后 乳霜的质地呢 它非常的柔滑 那我 染了将近 大概10分钟之后呢 等一下 再停个 10分钟 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 就可以 轻松的来 上色的 然后 感觉呢 就是会比较有精神 而且呢 就是 可以显现 一个染发的最佳效果 那因为我是白发 所以我都是染 深褐色的 那如果说年轻的族群的话呢 也有浅褐色的 那你也可以 就是挤一些深褐色加一些 就是浅褐色加深褐色 这样子 染起 头发 的颜色呢 就会比较自然一点 看起来很年轻 那 梦莉现在是素颜 没有化妆的状况之下 在染头发 所以 各位看到我的 都是很 很实在的 就是 该怎么呈现就怎么呈现啦 都已经六十几岁了 就轻松一点 然后 把 头发染一染 等一下把他洗一洗 就会有一头乌黑的绣发了 那因为我平常都是短发 所以 在染发剂的使用上呢 其实是相当 经济又实惠 一瓶大概都可以补染个七八次 所以说这样子 像梦莉手上拿的这样子一盒 刚刚就是 这两剂 那我们都挤一点 在冰纸里面 那调的好就可以来 染我们 这个 非常 乌黑的 绣发 那年纪大了大部分的人都是 都有白头发了 那如果说 你有习惯 补染头发的话 也可以先来 选择我们尘验的 样色染发剂 很方便 在家里就可以自己补染了 那你看梦莉 就是这样子 调和一下 然后轻轻的 涂抹在 你比较有 白头发的 这样子 染一染 等一下洗一洗就 OK了 所以说今天蒙莉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陈燕的样色染发剂 也非常适合 经常染头发的你 一起来选择我们陈燕的染发剂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